我们看一下小师身手11 他今天要我们算出这个等差极数的和 那我们知道呢 我们再写一遍 等差极数和的公式其实有两种 第一个呢我们称为T型公式 它是首相加末相 乘以相数呢 除以2 那第二个公式呢 是我们把第n相的这一个 它是等于A1加n-1柱 这样的公式把它取代进去的话 就会变成2A1 加n-1倍的珠 然后再乘以n 但是你不管要使用前面这个公式 或是后面这个公式 你们都需要我们都需要什么 我们都需要知道n到底等于多少 也就是说呢在这个等差极数啊 我们的数列里面到底有几项 题目有没有告诉我们几项 并没有 所以我们必须要自己先做一项事情 就是先把这个n啊 等于多少 我们必须要把它算出来 那怎么算呢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公式 因为 an等于a1加n-1倍的珠 什么是an 最后一项 最后一项是28 它等于首项是-14 加上n-1倍的公差 公差稍微算一下 后项减前项 -8-14 变成-8加14 所以我们知道呢 我的公差是6 所以乘以6 那我们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它会等于-14 把这6乘开了 加6n-6 会等于28 那做一下最后的整理 我们可以知道呢 n会等于8 n会等于8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项数其实就是8 所以我们现在代入哪个公式呢 其实你可以代入这个公式就可以了 s 我们知道是8项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写s8了 上底就是第一项 它是-14 加下底 下底是最后一项 它是28 乘以高 高就是我们的项数8 除以2 那我们可以把它计算一下 2跟这个8 先约分 28加14是14 14乘以4呢 是56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